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一下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 根據官方新華社的報導所說 在今天 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就簽署了今年度的第一號中央軍委命令 向全軍發佈開訓動員令 這道命令的重點就是在於要聚焦備戰打仗 深入推進軍事訓練轉型 構建新型軍事訓練體系 全面提高訓練實戰化水平和打贏能力 要聚焦備戰打仗 現在環顧中國的邊境 究竟哪個地方是有比較高的機會發生軍事衝突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幾處 第一就是中印邊境 第二就是台灣海峽 第三就是南海海域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一下中印邊境的衝突 實情現在的情況 比起去年6月的時候 局勢已經是緩和了很多 印度也是借中印邊境衝突的機會 他們大力推動和中國各方面的脫勾 無論是科技方面 貿易方面 等等 其實環顧全球那麼多的國家 印度就和中國的脫勾做得最徹底 在科技方面 印度就帶頭封殺中國的手機apps 微信 抖音 全部都是落架 不用得了 比如說 印度也是帶頭抵制中國的貨品 本來中國的低階智能手機 在印度的市場佔了八成的佔有率 後來印度不斷的抵制下 逐漸就已經下滑到六成以下 而且印度總理莫迪 也是向那些 原本在大陸設廠的科技企業 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誘因和吸引的條件 於是 有不少的科技企業就將他們的生產線 轉移了去印度 蘋果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中印邊境衝突 某程度上印度都有不少得著 當然現在看回頭的時候 為什麼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大陸忽然之間會在中印邊境玩起螺牙棒 繼而爆發了一個衝突 其實很大程度上要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 因為當時 中國的經濟急劇下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才說有所扭轉 因為歐美實在爆得太厲害了 很多生產線都停頓 於是來自外國的訂單就蜂擁而知 大家只要檢視一下 歐美主要國家的進口數據 就會看到 近這半年以來 來自中國的進口貨 其實就是急劇地上升 於是又幫助中國的經濟頂一頂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印邊境衝突 就已經是越來越趨緩和了 在2021年我就相信 如果中國經濟沒有忽然急劇下行 看怕中印邊境衝突 都會處於一種膠著的狀態 就不會像去年那樣 爆發得那麼厲害了 接下來我們就再看看 究竟大陸在中印邊境 怎樣作出他們最新的軍事部署 根據大內宣的觀察者網報道所說 近日西藏軍區 裝配了一款新型的單兵數字化作戰系統 列莊的範圍包括了特種部隊 普通的步兵 炮兵 陸航 裝甲兵 這一套作戰系統有什麼禁駕勢堂 原來就設有了一款叫做自毀的裝置 如果那些士兵 負了重傷 但是又不想被俘虜的話 就啟動這個自毀裝置 不僅能夠維護得到軍人的尊嚴 而敵方也都沒有辦法獲得這套系統裡面的任何信息 另一種的自毀手段 他真的這樣寫的 我照說 另一種的自毀手段就是 在營旅一級的指揮部裡面 如果指揮官在屏幕上面 發現到士兵和其他部隊拉遠距離 但是又沒有辦法聯絡得到士兵的話 也會啟動這個自毀的程序 這真的好笑 如果是那些信號接收得不好 就很麻煩 有可能那些士兵跟脫了主隊伍 變成蕩失了路 而去到某一個地方 他又是接收不到信號的 按照這個 安排 那個就叫做狗事一生 難怪網民會認為這樣的安排是慘無人道 大家又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是怎樣來對待美國的軍人 他就說 不願意見到任何一個士兵 在那些名字都說不出的山卡拉地方 作出無謂的犧牲 於是乎 民意和軍心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這樣就能夠得到 軍人和人民的真正尊重 至於觀察者網那篇文章 所提到的自毀裝置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有國家主動願意承認這些東西 實際上比起日本當年的神風隊更厲害 因為日本的神風隊 他也是 有目的地去做 那些行為 至於這個 純粹找不到他 又聯絡不到的話 都會無厘頭啟動 對於那些軍人來說 都沒有保障 叫做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 寫得出這篇文章 當然 現在你找回那篇文章 其實就 下了假 但是已經在其他的網絡世界上散佈開去了 那我就覺得都很出奇 不過大陸經常都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他們寫了實情出來的時候 隔幾天 被人封傳了 他們又會把那篇文章下了假 周時都有的 這些情況 好了 接下來又看看另一塊 比較大機會是會 出現軍事衝突的地方 就是台灣海峽 大陸國台辦主任劉傑一 在今年第一期的兩岸關係雜誌上 就發表了一篇新年賀詞 裏面就提到 說兩岸關係好 台灣同胞才會好 消除台獨禍根 才會有台海和平穩定 台胞才能夠安居樂業 一般外界的分析就說 其實這一段的文章 根本上就是要為著 目前的台海關係來降溫 至於近日在微博上 有一位大陸網紅 叫做司馬南 他寫了一篇文章 提倡 冷武統修復台灣 何謂冷武統呢 當然相比熱武統 就是要進攻台灣 冷武統就是要在武力的脅迫下 實現所謂的和平統一 即是要在窗口之下 簽署和平統一的協議 具體的辦法 就是強行由中國的海軍和空軍 加入台灣島的海空防衛 當然我認為這些建議 無非就是紙上談兵 只不過那些小粉紅看得很過癮 風傳開去 實情 究竟台海之間 會不會真的發生軍事衝突呢 唯一的變數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在於 究竟哪一個會做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現屆的特朗普政府 已經不止一次暗示了 一旦台灣出現軍事衝突的時候 美國就是不會就手旁觀的 為什麼美國會吸出一個相對明確的答案出來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大陸多次就著台海的議題 不斷地挑戰美國的底線 務求試探一下美國到底的取態是怎樣 當然啦 卻探出了一個答案 所以如果是由特朗普成功連任總統的話 大陸在接下來的四年應該都不會對台灣 做出任何輕舉妄動的行為 但是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那就有個變數在 因為究竟拜登的對台政策是怎樣 當然一般的分析都說 就算拜登上台也好 由於台灣就是位置第一島鏈 所以美國就是不容有失的 這個就是一般分析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有希拉利這些人做前科 其實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的 好了 至於第三島有機會發生 軍事衝突的地方 就應該是南海的海域 但是這個又是視乎美國 下一任的總統是由誰來做 因為就算說近年的南海衝突 很大程度上 主要 都是美國參與其中 比如說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又或者是在南海舉辦的 聯合軍事演習 其實全部都是有美國份的 反而跟中國真的有主權爭議的那些東盟國家 比如說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和文萊 他們的軍事參與程度 就是低很多 不過在去年年尾的時候 澳洲和日本 簽署了一道的軍事協議 就說澳洲是可以使用日軍的軍事設施 那麼這一道的軍事協議 外界一般都相信 主要就是為了南海而簽署 但是那個是比較防守性多一些 所以總的來說 都是取決於美國的態度 至於中國會不會貿貿然 走去挑起一些 軍事的爭端 看法也未必會 但是打嘴炮就一定會 因為根據環時的民意調查就說 至少有七成的中國人 都是認同戰狼外交的 所以在今年一定會延續下去 但是真正的埋牙開拖 似乎的機會真的不大了 大家之前也有看到 大陸在內蒙古建了一個軍事基地 專門做演習 就是要怎樣來武統台灣 但是得出來的 軍演結果 其實都是五五波 所以我的研判就是 在2021年 中國邊境出現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機會 就真的不大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